欸? 等一下 鐵魔像 呃 它是 呵呵呵呵呵 它是狠壯的村民欸 這裡的村民好壯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創世革命啦 欸 不要打我鏡頭 現在是我們尋找公會會長的任務呢 找到第一個歐克 然後他掉落了第一個眼睛 喔 失落之眼 他也給我們下一個 關於騎士的一個線索 在這地方呢 就能找到下一顆眼睛了吧 我們之前還有剪到一張地圖 呃 有一個白色叉叉 欸? 這難道會是寶藏圖嗎 我之前在某個結構中找到的 那之前 還有找到這一張這個旗幟點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也還沒遇到 我們試著先往這個白色點前進 喔 這個點其實好像蠻近的喔 大概是這個方向吧 欸 中間有一個建築欸 等一下 這個建築是 安全的嗎 喔 裡面有人 很多骷髏 喔喔喔喔 超多人的 這是骷髏嗎 他們有點透明 喔 好痛喔 喔 怎麼那麼痛喔 那什麼箭矢能不痛 我直接跑走 我們現在這個視角會不會太近 我們這邊可以調整啦 喔 還有 還有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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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來 你下來 我是流血 喔不是 哇喔 他還一個 墜落攻擊喔 看你這棟建築也是危險的欸 但裡面一定有很多的寶箱 嘿 哇他這裡只那麼多人 直接砍 技能 我們其實 技能只是砍個兩刀而已 嘿 嘿 喔 好痛 好痛好痛 我們這技能 說真的 沒有很厲害 喔喔 差一點 差一點 我們剩下一滴血 殘血跟他拚啦 OK 怎麼辦我們覺得我們太刀 有到很強嗎 雙刀是不是 兩刀一起砍比較強一點 但這個就是一次可以砍三隻啦 那我們往樓上去看一下 樓上還有敵人嗎 這種地方有沒有來過啊 有點類似的地方 我斬 我這個血好多 我翻滾 OK 閃過一劍了 Nice 因為他攻擊這個 十場也是蠻長的 閃過一劍就非常好 我好像有來過欸 但這個地方 獎勵是還不錯 我鑽石就有四顆了欸 我鑽翻 冰河鐵劍殺戮之 他這個詞綴有點倒翻的感覺 優雅鐵劍 增加暴擊機率的欸 這其實都不錯 那你當雙刀流也是好用啦 然後又找到了另外一張地圖 編號13 這個呢 欸 跟我們那一張好像是 一樣的欸 這個點到底買藏了什麼 應該是寶藏吧 這把有寒冷傷害 還會增加火焰性傷害欸 鐵頭採礦劍 這個我想要試一下 他到底怎麼採礦 就只是射出去那個方塊 就挖掉了嗎 今天還講到凋零玫瑰 他可以讓女神像 欸有一個造型欸 不同的風格 再後期他可以做成等級3的魔法啦 這是凋零法術 那我們還是留一下好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採礦箭矢 我想要挖掉這個燈籠上面那一塊 喔喔真的欸 喔喔那個燈籠會 燒起來欸 好真實喔 他不是浮在天空上 而是掉落然後裡面的火燒 完了 這已經要燒起來了 哇竹子得了嗎 欸好像還可以 okok差點又燒一個房子 好危險喔 喔這邊有一個骷髏 嗚啪 我們拿太刀再馬上戰鬥 他那個箭矢 喔很痛欸很痛很痛 完了 我的媽我的媽 他那個箭矢 射到也是很痛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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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OK 他在這裡有一個靈魂燈的走道 這好像是那種地下墓穴 我稍微來看一下 這裝備很多耶 他是曾經的冒險者嗎 有盾牌有背包還有戒 好多人 我們的距離遠遠的先攻擊 太多了吧你們 OK 空手的還好 但他這個防具好像比較好 這個防具很好很耐打 他有鑽石庫耶 他這個有沒有 欸有神怪磚 我們把它挖開好了 這個是殭屍的 我們其實是有一點練等的需求啦 但好像也不急著在這邊練 好我們先不要 哇這本是什麼 食荒者 生物被殺死戰利品可能會翻兩倍 這好讚 這邊呢每條路都可以往下 有的是死路 有的是通往遠方的路 哇但這個摊下去不得了 我們還是先找我們的目的地好了 哇我們的月亮怎麼這麼大一塊 我們現在在晚上要獵殺那個銀色怪獸 我們順便看看能不能解決掉 我還要努力不被旁邊的東西給吸引 像這種一個天然的洞穴 就不是很天然 有點詭異 喔 裡面開始刷出奇怪的東西了 好 我們不能分心 欸找到的是村莊耶 是這個嗎 欸這也是大村莊 那這邊的骷髏怪物 這個是啥 唉唷 骷髏好多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背包 然後回來做個菜 我們今天好像要做一道 羊排的義大利麵吧 但我們的食材還沒種耶 番茄直接在這邊種 這樣子有辦法種大嗎 直接撒果粉 喔好像可以喔 硬撒出一顆番茄 喔大家可以一直撒 一次有四個耶 很多耶 這邊現在把番茄煮成番茄醬 加上羊肉呢 我們的羊排義大利麵就做好了 它是營養有三分鐘 喔這種大餐好像補超多的 欸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 氣球 你是氣球師是不是 哇好酷喔 這是 雲端儲存系統 喔真的假的 這氣球裡面可以塞東西嗎 所以我應該把這個氣球 戳破嗎 欸破掉了 完蛋 還好那個人不在 我按一下它就爆掉了 啊這個囉 嘿 唉唷 這會掉碎片嗎 還是好看的 喔這個打掉會不會飛走 裡面 喔真的有儲存 嗯有嗎 應該只是線而已 旁邊還有另外一個氣球商人 喔這個氣球好多喔 我可以再全部戳破嗎 來看一下你的任務 喔 有一個精靈想要找冒險者去 去幫他做點什麼事嗎 你可以給我一張紙嗎 我幫你畫一個地圖 一般的紙就可以了嗎 喔真的可以耶 來 喔我們得到這個精靈的地圖了 OK 在哪裡啊 也是在我們的東南方 喔它是沒有特別的標記喔 可能是一大片的 我們要去尋找一下吧 啊這個氣球 到底有什麼用啊 呵呵 這是它還戳破的嗎 呵 很有趣就是 但是 波波 唉唷掉了一線線 波 哇它應該不會生氣吧 欸等一下 鐵魔像 怎麼長得不太一樣 你是鐵魔像嗎 喔它是 呵呵呵呵 它是狠狀的村民耶 呵呵 你是鐵魔像 哇這裡的村民好壯喔 我們好像靠近囉 持續的往東走 這邊其實已經快回到我們 一開始村莊的 再上方一點的地方 這裡有什麼寶物嗎 我們來看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 是那個房子耶 欸 那個不是 嗯這是什麼 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我們稍稍潛入一下 一個寧靜的地方 有鐵魔像耶 欸 這好像是有村民的地方 欸 好大的房子喔 裡面很像有長老的感覺 欸 這裡有可不可以把它變成 自己的一個村莊呢 喔 下面還有 哇 它是一個 呃城堡的感覺嗎 但來到這裡 欸 有什麼東西嗎 它是從 掠奪者小屋地方 一張找到的地圖 而且兩張一模一樣 都指向這邊耶 他們想要進攻這邊嗎 但這裡看起來 也沒什麼東西 就是村民跟一些書籍 但是這裡 有一個圍一寶箱 喔 旁邊村民整個圍在一起 我怎麼 我怎麼偷 你們可以回家嗎 但他們家就是 就在旁邊 OK 我們來試一下不同的偷法 沒意外的話 只要用漏斗的方式 把箱子裡面的東西 偷偷的漏出來 應該就不會生氣了 破壞一方塊 不算生氣嘛 那我們就把它漏出來囉 OK 總不可以我拿漏斗 你們也會生氣吧 嗯? 啊裡面怎麼沒東西 全部都圍過來了 啊 我好像得先 手動把它開啟 它裡面的東西才會出現 不然它是衛生成物品的 完蛋 全部人都 看著我 我這樣怎麼偷拿啊 這邊只要來嘗試一下 魔法的力量了 遠方直接拆除這個方塊 算不算我的鍋呢 趁它們睡覺 我來試試看 來 呃 破壞這個箱子 將會刪除裡面 所有特殊的東西 哇 欸好狠喔 這個真的是 要偷的話 真的只能用開啟的方式耶 完全杜絕你想要偷支部 這麼狠 啊我知道了 只要蓋面牆圍住 他們沒看到 那不就不算偷了嗎 沒有錯 只要沒人看到就不算 我們來試一下 欸真的不算 我們成功偷到了 哇品質100%加10%的攻擊傷害 不錯 啊但裡面其他就只有蘇而已喔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探完了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往 騎士那邊前進 或是中途呢有一個 鬧鬼的礦坑 路上有遇到一個試煉 欸這邊會回到我們之前的地方嗎 欸對 這是我們以前的村莊欸 有了 我們回到最一開始這個旋轉的試煉地方 我們還沒拿 我稍微去拿一下 OK我後來發現 有正常的機關的話呢 它上面這個是會伸縮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 確實一個跑酷啦 但不曉得為什麼這邊的伸縮感 壞掉了 總之 我們的試煉 完成 然後也經過我們雪地的第二村莊了 我順便回來收一下東西 我放起來這邊還沒長大 然後我們現在的鐵量 好像夠來做這個堆疊升級 可以讓我們背包呢 存放更多東西 像我這邊的黃金堆疊 欸就可以128 但是我東西還是太多了 我這邊還是要做成磚 這個塞不下 哇 這裡是 海豹天堂欸 他們翻身欸 好可愛喔 你看他們翻身了 這是肚肚嗎 肚肚整個露出來了 好可愛 好多海豹喔 哇 呱呱呱 太多了吧 哇 有夠可愛的地方 這邊我們一直往南走呢 還是一片的冰山雪地 哇 我們的鬧女礦坑不曉得多遠 但我想去看一下 不曉得知道有沒有更高速的移動手段 可以飛行 那甚至可以騎龍的話 沒錯 這世界好像有龍 但他用的不是冰與火之歌的那個龍模組 應該他額外的 那這邊這個是小地城 欸又有村莊 欸這會是NPC住的房子嗎 不過這房子有點豪華 你是NPC住的 喔喔喔有欸 欸 長得不太一樣 你是村民嗎 你守門人 啊這應該是那個 布魯斯蓋浩蘭旅 這邊可以跟大家換這邊的說明書啦 有這個打火石 就可以開啟他的特殊的傳說門 但我記得我材料是有 所以可以解鎖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 登登 OK他直接解鎖了 我們會在背包裡面有一個物品欄 喔他會顯示在下面喔 喔這一粒 哇這個還沒有中文化 這我們之後再去吧 繼續往南呢又是一個雪地村莊 這種村莊一定有那個雪人喔 都有那個雪人在守護的寶箱 這邊有不同顏色的氣球商人欸 我們氣球商人藍色 OK 他目前沒有啥任務 再來把他戳破 哇他在那裡面沒什麼東西就有線 啊那個雪人 一直在砸我欸 這個不打他他真的是不知道 恩 砍你 他這個抗性式喔 之前有人跟我說用水 我們來試一下水對它傷害怎麼樣 喔有啦會扣血 但 是不是 也是 滿慢的 抗性的關係吧 如果這個是水傷害只有一滴一滴的話 他這個 應該也是很難打 OK 我們需要的是破甲 有辦法突破他抗性或是真實傷害吧 稍微來練等一下 我記得這隻打完經驗值 滿多的 升個兩等 喔四等 喔真的好多喔 這邊再試一下我們的方塊戰術 這樣子擋住 欸看不到我了吧 OK他們在睡覺 OK這樣偷正常喔 盔甲加1.5 喔這個就這麼高級喔 遠遠剛才發現 他這個村莊有一個雪人欸 綠寶石的眼睛 好可愛喔 沒想到這邊還有一個大雪人 怎麼大家都不睡 這裡的村民量 感覺都滿多的 還有 批圍巾欸 它會是一個房子嗎 大家回家睡覺 OK沒有 應該是十星的 唉唷 四顆星的殭屍 第一次看到這個傢伙 喔鐵巨人在後面 看起來非常不妙 箭矢直接被他彈開 OK我們要小心的攻擊他 喔喔喔喔喔 被打到會不會直接死掉 鐵巨人幫忙了 我打到一刀了 應該算我的經驗值了吧 給我經驗值 喔唷 我閃開 還有他手很短 欸鐵巨人做事喔 鐵巨人 鐵巨人扁到村民啦 那個拳頭怎麼 誰都扁 欸欸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 唉唷 我覺得不小心被他揮到 有點可怕 OK沒了吧 四顆星 還是我要尾刀才有效啊 好像沒得到什麼好東西 這邊我們繼續南下 還沒到 但是又是一大片的冰天雪地了 這裡呢 喔喔喔喔 欸 經過一大片村莊之後 下面還有一個小小的 類似別墅的東西 但我們要找的是礦坑欸 那可能還沒到喔 剛剛看到應該是這座塔 旁邊都是冰刺地形 這個塔我們稍微過去看一下 喔 這個塔是 古風的感覺捏 紅色混泥土 嗯 按照沒有樓梯 嘿 欸有寶箱有寶箱有寶箱 所以要真的要自己跳上去喔 這邊我們用水直接游上來 好頂端的寶箱 有什麼呢 拉公數加30 好就這樣 這塔的東西也太爛了吧 我們發現一艘 船呢 哇喔 這是鐵塔你好嗎 撞冰山 等一下這個船 喔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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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按鍵 等一下喔 喔 很多劍欸 很多敵人 海盜 我直接跳上冰山好了 喔喔喔喔 直接從頂端來攻擊你們 啊 沒想到吧 唉唷 哪裡超多人 掠奪者系列的 OK 掠奪者海盜船 欸 他們的箭矢是有特殊效果的欸 OK 解決了 NICE 我們直接彈性 欸 這樣子 直接跳下去 好 敵人只有這樣嗎 剛剛只有四隻 喔 這個掠奪者 好像還有在射箭的 但怎麼感覺他們在 喔 這邊這邊 喔喔喔喔喔喔 在下面 喔 欸 他斧頭拿出來了 剛剛沒有斧頭的 喔喔 味道士 味道士 喔 我剛剛是中斷他的攻擊欸 他一直跳砍 跳砍 跳砍 裡面 喔 超多鐵的 18個 過度治療加6% 這個 治療喔 治療有什麼用 增加 回血能力吧 但6%真的好少喔 啊 裡面的木桶 喔 綠寶石 12顆 鑽翻 還有三個鑽石 這裝備有一些附魔 喔 投手保護 這個有四級的 毛利提的耐久 我們很少有附魔裝 但 他這個有的基礎能力 加的就很多 像這個有額外抗性的也很棒 哇 這是虎鯨嗎 他整個跳上水面了 虎鯨 哇 我這會攻擊人嗎 火雞應該是 普魯類 然後應該算 友好吧 這看來說不像鯊魚 好像不會咬人 欸 快到了 遇到巨人的洞 但地圖已經 展開囉 我們掉到洞裡面 完了 喔 旁邊這什麼 骷髏 領主 欸 有一個小村莊 哇 等一下 原來他是在 天上的喔 哇 這是什麼鬼 哇 他是一個超大型 規模的 副本嗎 我們把顯示區塊拉長 哇 大骷髏耶 所以這個領主在 最上層嗎 他也太帥了吧 唉唷 下面還有骷髏怪 唉唷 這長得是不是不太一樣 你這是領主 媽 哇 噔噔噔噔噔 你應該不是領主吧 喔 他是扮凋零的惡魔 欸 跟我們這邊打的好像 不太一樣 我們稍微解決他一下 看一下他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唉唷 他剛剛召喚了 嘿 OK 好 現在還行 要解決了 好 這不強 喔 扮惡魔化的喔 這邊有不同的骨頭 唉唷 這裡面 也是那種超暗的地方耶 然後再往旁邊走 有一個超大的 額 這是神殿嗎 哇 他這還顯示不出來 哇 一點就是召喚boss出來的地方耶 欸欸欸欸 好像一個魔法陣 好像不太對勁 很酷 但是 沒看到他召喚的 物品的位置 有夠可疑的地方 我們之後再看一下 會不會有boss召喚到這邊來 也許也是要宣的這個進度啦 啊 這邊有骨塊耶 啊 難道是那個 不死凋靈王的位置嗎 欸 不過我們重點是這邊的鬧鬼村莊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前面那邊 太好了 旁邊好像有些夥伴可以招募 欸 有一個附魔的 烤鱈魚跟牛排 欸 我應該有 加入我們了 喔 他是拿奴劍的耶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長得不太一樣的 你是誰啊 欸 不能跟他對話 這個是他這個模組特殊的NPC耶 該不會是作者群之一吧 把你的腳下挖下 欸 可以 欸 可以講話了 是在追殺我的嗎 冒險者同胞啊 是的 我就是人們所說可怕的 伴郎 有人告訴我 只有金蘋果可以治癒我的詛咒 你可以給我一個嗎 欸呦 特殊的 野外任務欸 金蘋果我們很多啦 所以他是狼人欸 給你給你 這樣子 我感覺好多了 等等 好像有點不對勁 好像該說再見了 喔喔 喔喔 他變狼了 不不不 欸 怎麼還是狼化了 我都救了你了 你怎麼還是變狼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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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真的是狼人欸 OMG 原來 外面的大野狼就是 這...哇!就是你喔! Oh my god! Oh my god! 喔~~~ 還有殭屍!殭屍都來了! OKOK 很危險 我知道這大野狼應該 蠻強的 我們割著這個外面打 喔~~~ 殭屍也來鬧場了 欸! 哇!往後退! 喔~~~直接被打飛! 哇嗚!一顆新殭屍 喔呦! 他攻擊方式有點多 OK 不太對勁 唉呦!唉呦! 跑一下!跑一下! 呵呵! 大野狼! 而且有特殊名字! 哇!真是被巴飛耶! 喔呦! 喔!解決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有一個神秘的音效! 哇!又被巴飛了! 喔!解決了!解決了! 哇! 我們救一個伴郎! 沒有!我們沒有救到他! 反而還是變成狼了! 好!這裡的任務有點神奇耶! 得到他的掉落物! 好像可以快速的回復血量喔! 他是一個食物! 那我們遇到的鬧鬼洞窟是這邊嗎? 唉呦!他有紅色斧頭耶! 這傢伙一定不好惹! 紅色斧頭僵屍! OK!死掉了! 鬧鬼洞窟! 這算是一個洞窟嗎? 總之我們只能淹這邊往下走了! 唉呦!那是什麼東西! 喔! 喔! 他會雷射耶!等一下! 這應該是那個! 魔法生物! 我斬! 斬! 斬! 這個血好多喔! OK!OK! 這個地方一直往下延伸! 唉呦!有一個亮亮的! 唉呦!那是什麼東西! 亮亮的地方! 我們先盡量把它擦亮! 啊!我的! 我的NPC摔下去摔死了! 唉呦! 唉呦!不是耶! 阿你怎麼... 人怎麼就這樣傻傻的下去了! 我都沒準備好呢! 唉呦!這邊發亮的是這個傢伙! 等一下你不對勁! 我閃過了! 哇!他是一個... 發光的人耶! 他跟那個螢光魷魚好像喔! OMG! 螢光魷魚的復仇化身嗎? 唉呦!好像真的聽到鬧鬼的聲音耶! 但有聽到奇怪的... 喔!鬧鬼的東西到底在哪裡? 原來這隻水流一直下去嗎? 這有一個很平坦的牆! 很可疑! 唉呦! 唉呦! 他有那個法師帽子耶! OK! 喔!這個是! 黑曜石耶! OK!我們用魔法把它挖開! 這邊只要被化之後應該就可以挖掉黑曜石了! 唉呦!有了! 呃!裡面... 都是岩漿嗎? 這邊用水一路的... 喔! 好像有點東西! 欸!等一下! 烈焰神! 喔!裡面有什麼... 有點可怕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這邊... 先把這個挖開! OK!我們通出來了! 喔喔喔喔喔! 這烈焰神... 名字怎麼紅色的! 這是不是不太對勁啊! 唉呦!生怪磚! 我可能要先挖掉一下! 喔喔喔喔! 有一個... 很像騎士耶! 欸! 挖掉挖掉! OK! 這傢伙! 喔喔喔! Forge! 我們好像要在水上喔! 不然我會燒傷! 我們可能要先把烈焰神解決掉! 這是一個... 特殊副本! 這裡超大的欸! 不像一般那種... 地底地老的樣子! 我們要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好! OK! 這我就不會被水流給影響了! 然後我得先... 把上面一個磚給拆掉! 有了! 這個... 太混亂! 欸!有有有! 解決掉了! 欸!nice! Just die! 我的馬為什麼死了! 我的馬應該在外面! 怎麼死的! 欸! 正常來說應該不會被攻擊才對阿! 欸! 完蛋!我的馬! 我的馬又沒了! 這個如果會掉烈焰杆的話 那我們的法術書 欸!就可以剩到二級! 然後我們之後可以學到更多魔法了! 怎麼感覺有點... 打不完! 我們先把這個戰序可以解決掉! 可以嗎? 扁! 欸! 還好! 還好! 還好!只是我... 我也被水可以卡住了! 我也逃不走! 我斬! 喔! 一個快速三連斬! 解決! 直到一起燒掉了! 喔! 哇! 余火攻... 欸!有有有有有烈焰杆! 太棒了! 看來這邊我們只能繼續往下走了耶! 有寶箱! 這個岩漿... 哇! 這根本是陷阱! 它是突然冒出來的!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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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多太多! 那個數量會不會有點太過分! 我這個... 怎麼打得完! 這裡不對勁啊! Oh my God! 喔!但是上面有兩個寶箱欸! 好想要! 喔齁齁齁! 這什麼都看不到了! 欸!太誇張了!太誇張了! 但是鑽腳之後它又不見了欸! 我想應該是這個... 鑽... 這個鑽只要拆掉... 應該就不會生成了! OK! 它應該是一次出發行的陷阱生怪磚! 喔!這魔法... 太棒了! 啊! 好! 精準拆除! 好! 這樣安全了吧! 不會再冒出來了吧! 欸為什麼樓上還有 沒事沒事沒事 他應該不會掉出來 會不會我去拿寶箱 那個上面的人就跳下來 沒那麼聰明吧 我們這邊小心一點 到處都是岩漿 哎呦熔岩球 我們今天有一個任務 好像也需要 比較好的奴 哎呦貫穿欸 我們知道也許可以換個奴件了 20個金礦 哇 他是直接給你原礦 東西很讚 另外一邊還有更多黃金 哦藍色的奴 拉攻速度加50% 哇這很快耶 玉髓碎片 我們終於找到第一個 但他只是碎片 秘密可鑰匙 欸寶箱怪 難道他是可以開啟的嗎 好這裡要用到玉髓 我們之後的裝備武器 其實要有很多大量的玉髓啦 可以的話多找一點 欸那這裡是 一個地區的終點的樣子 有點像王座位 但好像 欸沒東西了 欸等一下那個 發光骨頭人好像 追過來了耶 後下板截 欸怎麼一發就死掉了 欸欸欸欸欸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上面那個 那傢伙什麼東西 亮亮的 他丟了什麼東西下來 你看我好像有射到他 瞄準 有嗎 又是一個奇外的骷髏 我就要讓他掉下來 你摔下來吧 有囉 OK 欸欸摔死了 直接扁掉 OK 還是剛剛是這個哥布林 幫我丟補血藥水的啊 他是一個商人啦 他這個其實交易是 超好的很賺的 像這邊金元礦挖一挖 他會變成2比3倍 這個賺了1.5倍的量 這邊還有一個 迷米克之星 啊 這個有什麼用 他要圓框來做欸 迷米克就是寶箱怪的意思 但這個不曉得 有什麼用途 不過我們金礦拿去磨的話 這個是會備化的 但也還好我們黃金其實 呃沒有到那麼缺 那看來只能往前走人嗎 哇 這邊要小心那種陷阱箱吧 向前方 啊就有一個 我們直接挖掉 然後上面再看一下 好應該沒事吧 有事有事有事 哇他一次就那麼多冒出來了 有事有事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遠遠拆 欸 然後大概一陣子他們就會消失了 那這一區也是有一個寶箱 看一下 也是更多的黃金 喔這邊直接給金磚 旁邊還有一個磚角 喔這邊還有 上面也是金磚 哪裡 為什麼後面又冒出來了 啊這邊這邊這邊還有一個磚 okok 也是有一般的生怪磚的樣子 okok 全部都熄掉了 別泥 我們這打一打他 很容易一直往前就掉下岩漿了 哇這個鑽石 很多欸 直接給你29顆 哇鑽翻 還有看起來超強的黃金靴 但這個耐久太低了 喔這啥 白色史萊姆 熔岩立方體 okok 好這邊倒是沒有寶箱 哇但這個史萊姆 超大 我們來展展看這個好不好打 他們攻擊是比較慢 我倒是蠻多時間可以翻滾的 我被壓一下直接扁掉 哇這地方真的太危險了 但是這個只有生怪磚倒是沒有寶箱 那獎勵只有這個金磚 這個挖 阿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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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倒是有撿到 我以為他會掉下去燒掉 欸 然後上面有一個在發光的傢伙 欸 為什麼他在發光 那看起來很像一個巫師之類的東西欸 他在被燒 但他好像有抗火效果 這傢伙到底是 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現在有點挖不到他 欸挖開了 等一下 女巫 欸 等等等等 怪怪的女巫欸 等一下 喔 有 他這個藍色血條 喔他在回血 對耶,他會喝補血藥水 哇,可是我們這樣打他的東西可能會全部都燒掉 唷,他會射火焰彈耶 喔,下來了下來了 他也是一個摔傷 好 我們先拉蕉吸一下 OK,出來了 喔唷,他在集氣 火焰魔法感覺 喔唷 喔唷,我們扁他 有抗火,果然 喔,有抗性惡 哇,血都補滿了 一直喝藥水 你就喝,我就扁 看誰砍得比較快 欸,他在一直喝耶 狂喝,我狂扁 嘿嘿 喔 喔,燒起來了 沒關係 欸,丟毒了 好像還抗得住 加油 啦,炸炸 我突然覺得我們雙刀流好像更強了 怎麼辦 我們太刀,帥歸帥 但是,真的是有點慢 打大多敵人好像會方便啦 欸,不妙,不妙,不妙 欸,不妙,不妙,不妙 喔,不妙 等一下喔 不行不行不行 啊,誰先死 NICE,我打贏了 打贏了 打贏了奇怪的暗女巫了 完蛋,血很殘 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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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還有那個烈焰神想要燒我 但是他掉了什麼東西嗎 立即治療的藥水 就這樣 不會吧 有名字的女巫只有 只有這樣嗎 火藥 欸,真的沒啥東西耶 7.5%的生命擷取 喔,這很讚耶 可以吸血用的 但好像也不是他掉的 他掉的就是跟女巫 好像一樣的東西 看這特殊地下層 還很大 我之前沒看過這種 規模的地下層耶 有點厲害 那就是 岩漿怪物有點多 我們抗火效果有點不夠 我後面又看到一個磚了 還好有魔法 這個沒有魔法 那一大片的烈焰神 該怎麼打呢 嗚呦 而且我們這個要近瞻的話 還很困難 真的是需要箭矢 不過我們箭矢好像也快花光了 我們可能要 回去一趟補給一下了 好的,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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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